前面咱们讲过干涉现象的规律 这个视频我给你讲一下如何利用这些规律解决干涉的综合问题 以致S1和S2是两个相干波源 实现表示某时刻的波峰 曲线表示的是波谷 你知道这些说法哪个是正确的吗 图中所示的是两列相干波在某一时刻的叠加情况 其中A是波谷和波谷叠加的点 C是波峰和波峰叠加的点 这种点都是震动的加强点 而BD两点都是波峰和波谷叠加的点 它们是减弱点 这个结论与A选项相相同 所以A是正确的 再看B选项 说EF介于加强点和减弱点之间 从图中看 E和F是在波峰和波谷之间 是平衡位置和平衡位置叠加的点 此刻它们的位移都是零 在经过四分之一周期后 随着波的传播 施意图会变成这样 E点就是两个波峰的叠加点 那它肯定是一个加强点 你已经知道 加强点一直是加强的 所以在初始时刻 E点也是加强点 只不过它正好经过平衡位置而已 再来看F点 在四分之一周期后 F是一个波峰和一个波谷叠加的点 但它就一直是减弱点 结论和B选项不相同 所以B是错误的 这里还有一个简便方法 因为E是在两波元的中垂线上 且两波元频率和相位都相同 直接就能判断出E是加强点 也能判断出B是错误的 接下来再看C选项 说经适当时间后 加强点和减弱点位置互换 而加强点和减弱点应该是稳定的 不会随时间变化 因此C也是错误的 最后来看第一选项 说经过半个周期后 波峰的点将位于波谷 波谷的点将位于波峰 因为干涉现象的质点 也在不停的做周期性振动 经过半个周期 恰好完成半个整个振动 也就是由波峰运动到波谷 或者由波谷运动到波峰 因此D选项是正确的 对于干涉现象的规律 我再强调一下 首先波峰与波峰 或者波谷与波谷 叠加的是加强点 波峰与波谷叠加的是减弱点 其次加强点和减弱点是稳定的 以后遇到这类提醒 只要利用好干涉现象的规律 就能搞定了 另外如果遇到一个质点 它不是波峰和波谷 这种特殊点叠加的 你只需要让波 继续传播适当的时间 就可以对它判断了 好了 干涉的综合性问题 就讲到这里 现在你赶快刷题闯关去吧 你赶快刷题闯关去吧 你赶快刷题闯关去吧